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前进关键码 今天台股又稍微压下来 行情没有改变 只是要整理 来看一遍 台股今天开盘跌113点 最高跌135点 收盘就收上来 最高涨43点 跌了59点 量收下来了397亿 我说这个报大量5000多亿 来 这5000多亿 报大量过2万点 这个有的时候解读叫 价量齐氧 那这个5000多亿 也就是可以定调大概就是三月份 就会在这个 在这个2065点 这里 他必须要横盘震荡换手 那不要忘记 横盘会出标股 现在刚好就是 我说每一次的财富重新分配 那每一个人 你都有亲身经历 你都有经历 只是你自己是不知不觉 财务可能就被别人分配了 有人说有吗 一定有 我们来看几档股票好了 看这一档好了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台数啊 对不对 这种叫台数啊 这叫台数啊 94.8到67.8就是这样 台数啊 台数蓝俩 不是有很多人 很多啦 有很多退休的公文人员 都买台数蓝俩做什么 做它的定存概念 就配息而已 那 那难道呢 你配了息 结果你的股价是这样的 摔下来的 这样难道不叫 财务重新分配吗 所以我说 脑筋要更新啊 很多人头脑不会更新耶 其实我很多同学是啊 我讲过讲台积电的概念嘛 台积电比我想象中 涨更多耶 那 我大部分的同学啦 买台数蓝俩 不然就买红海啊 我叫他们买台积电 他们都不愿意 这个叫做概念啦 头脑没有更新 你现在在报台数蓝俩的人会怎么样 是不是财务被重新分配了 你说没卖没赔 啊对好 你就说没卖没赔 可是别人 买台积电的人 他的身价是不是比较高了 对可是来到这个点 来注意看 来到这个点 台积电未来还不会再重新高 当然会啦 但是要时间 所以三月份 你就把它设定 它是在两万点震荡 那震荡一定会出标股 不要 不要买错股票就好了 来我们先看这里 大盘 各位 大盘17151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卖出信道 它仍然是74 好这叫台积电 是不是叫74 有没有出现卖出信道 没有啊你看 578这里出现卖出信道 它供一下子 结果 没有办法供供 就洗盘嘛 洗下来重新再来 结果供到796 好这是四星 是不是叠 礼拜四出现卖出信道 今天又重新低 所以出现卖出信道 回头去看这个高点就不会过 就不会过 那未来又过除非再重新出现买新信道 好那广达这里出现买新信道 看到 上个礼拜二到现在 他仍然在74当中 那有些股票就不一样 来我们看 这叫金星科 这是新春开鸿盘以来 新春开鸿盘以来 金星科从573到446 好就自圆 459.5到361 这两个安国最扯 224到127 8054的安国 其实安国我常常在讲嘛 对不对 我说 这种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来 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股价可以多少 可以224 这个下来 你看 你看到最低127 这跌多少你知道吗 你去算 假设你是224万 你这一天不小心你卖在这里 你去买在最高卖在最低 来位 224万你收回来 你硬气差一点收回来 只收127万回来 我讲你买10张 你收107万 127万 来 再看一遍 224到127 等于 你买了240万的股票 你赔了97万 赔97万 买204万的股票 收回来才100出头万而已 你买 224万去买 安国 你硬气差一点 你就只收为127万 所以你说股票好不好 我说这种股票很好啊 这里33块这一段很好啊 可是很多人就配面要去追高 那为什么我就提醒你来看一遍 是不是出现卖出信号 这里就算出现卖出信号 它一样出现卖出信号 供不上去就下来 你看神盾也是下来 从347.5到28 今天创今年 新春开红盘以来的新低 这个都是啦 金星科 智元 安国 神盾都是创 新春开红盘以来的新低 那基本面没上来啊 所以我说这段时间要很谨慎去挑股票 我为什么一直在 跟我们投资人讲 来 AI小护士 这叫基本面嘛 一页营收会创新高 然后未来会记记创 来 会一页营收创新高 那今年有望记记会创新高 那有很多投资人就讲 老师你的股票没有涨 我说股票有两种嘛 应该有三种嘛 涨 跌 对不对 跟没有涨嘛 你要买这种股票吗 你新春开要买到这样 你要买这种股票吗 就这样224万剩127万 今天有稍微有拉一下下 哎 你要买这种股票吗 就说追高嘛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档AI AI小护士 我常常讲股票市场 最重要是这家公司啦 是不是公司 公司如果我们 他的心态不是偏多 股票就不会涨 因为任何一家公司 他都有很多外围啊 什么叫外围啊 什么叫外围啊 我常常在讲股票的外围是什么 外围就是一定比一般人更了解 这家公司的人叫外围啦 好什么叫外围 譬如说 好你儿子在 在这家公司上班 你是高级经理 你就是他的外围嘛 你知道这家公司好不好 你最知道嘛 那你如果买股票 你一定是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啊 那你会买一家 你不认识的股票吗 不会啊 你要买 譬如说你儿子在这家公司 做高级主管 他们的公司好不好 当然我们不能讲内线 但是言谈之中 大家相处 你就知道他很忙嘛 公司很忙 而且奖金很多 而且每天都加班 动不动就出口 动不动就出口 我今天又是跟鞋谈什么事 又接了什么单什么 你就知道这家公司 一定上来嘛 这叫外围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外围很重要 公司如果偏多 外围就敢买敢包啊 那公司如果 没有题材他 他嘴闭着 不敢讲话 嘴都闭着 那他的外围就不敢买啊 他看他儿子每天有手好险 虽然在这家公司 当高级主管 每天有手好险 每天都 很早就下班了 然后也没什么 公司也没有 那你 他们家公司你敢买嘛 当然你就不敢吧 所以股票要涨都是公司啊 那这外围最清楚嘛 那我也说这家公司 来 AI小物事 他要做一个私募 我一直在讲私募那个概念 来 我们先看他 这是今年1月30号 他从这里起仗 1月30号 这是1月29 1月30 突破景线 往上攻 攻到2月15号这一天 新春开放满在这里啊 好 这天最低123 难道 从新春开放满到现在 股票真的没涨啊 真的没涨 123 123 昨天最低123 今天最低收盘124 股票都没涨 这一段 涨一段啊 这段任何马涨 可是从2月15号他没有涨 他也没跌 为什么 你再看一遍 最低123 123 今天收盘124 我所谓的没跌就是 他仍然在他的箱形整理啊 这两个国家以今天的收盘下 我的投资人是赔钱的哦 是赔钱的哦 那如果你 你不是我的投资人 你抱得住吧 你今天心情一定很不好 这大本来是跌啊 那他下来 这叫正常的波动嘛 什么叫正常的波动 我常常在讲 公司 有没有偏多 这家公司有没有题材 好再看一遍哦 营收创新高 今年有望季季创新高 然后我说 他要做现真 不是现真 现真就不行了 他要做私募 私募的意思就是这些股票 他要找 他要发行一万张私募 那私募就是 就是他 他要 要给人家一万张股票啊 当然要拿钱啊 可是这私募的一万张是不能卖的 三年里面不能卖 那我也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说 因为以目前的价钱啊 通常私募都是以 一三五的 平均价钱打八折 或是 三十日 三十日的均价打八折 好 他就算好 我们用一百二十五算了 他打八折也是要一百块啊 一万张就要十亿啊 那你假设有十亿 你要买这家公司股票买十亿 难道三年后你也卖十亿吧 那你不得就 这十亿去 台北市建华去买块土地 你放三年后 你认为只有十亿吗 三年一奥啦 你如果买土地 买建华去的土地 大概都三年一奥 十亿就变二十亿 那股票呢 我解释给各位听吧 要参与私募的特定人 只有两种嘛 第一种 我看好你 我就真的包三年 我可能就是要一倍以上 不然我就买土地嘛 另外一种就是大公司 国际大厂 因为你的产能 我要给你包你的产能 可是我要包你的产能 有些人可能 人家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包产能 我用市场价 对不对 人家来喊价 用喊价就 喊越高越好他就可以 可以给啊 我来包你产能 我就是 我们变成你的 我们变成你的股东 产能我一定先拿嘛 那代表什么 代表 这家公司的单一定很多啦 有人要来包产能嘛 那个策略联盟嘛 好那 你各位去思考这个 我就要逆向思考 那先打电话来参加会 然后扫描QR Code 然后留电话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前见关键嘛 好那其实我在教各位 如果去看一档股票 股票要涨喔 我说 这市场上 都是这么说嘛 股票要涨 里面要有庄家 里面要有 要有人嘛 那那个人是谁 大部分就是外资嘛 那你要去跟外资斗智啊 股票市场 我问你 我问你有那么简单 看到买了 明天就赚钱了吗 有吗 运气好偶尔一两次啊 那你也没买几张啊 那你如果 如果你做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一档做了 你就要去思考说 你为什么要买它 你要去跟外资斗智 那我们来看这里 我教各位 来 这是今年1月29号 好 1月29号 几乎任何股票都涨嘛 那涨到2月15号这一段 好 这一段喔 看到喔 好 那它在这里平盘期整理 突破1月30号突破嘛 好 这一天的量 这一天的量 我为什么特别比这一天的量 这一天的成交量 跟今天的成交量 这一天的成交量 跟这一天的成交量 差不多喔 也就代表 今天的成交量 已经收到 从2月15号以来的最低量 看到喔 2月15号以来的最低量 跟在这里 93块这里的量 差不多 好 那这一段上来 这一段 上来到现在 3月11号 这一段 我下面叫外资嘛 好 那你看外资 累计是买还是卖嘛 来我们来看喔 这1月29号 好 外资这一路上买 当然有买有卖 好 最近它在这里 3月4号 3月5号 它卖了2900多张 等于3000张 把它卖出来 3月4号 3月4号 就这一天 它这两天 看到喔 这两天卖了3000张 好 那1234 最近的四天喔 1234 又把它买回来了 所以它累计喔 最高的时候 今年吧 最高6997张 可是到今天 它又买回来了 张数已经创新高了 它的张数已经创新高了 也就是 今年以来啦 它买超已经创新高了 买超啊 今天在这里 所以这个 会比这个更高 比这个累计的更高 所以已经创新高了 那你去想 它为什么3月4号 3月5号 要把它卖下来 这两天啊 这天涨停喔 涨停要把它卖下来 卖两天 结果这四天 又把它收回去了 1234 大盘跌啊 上个礼拜五四跌啊 它把它收回去 所以张数反而是增加了 6033张 再加1000多张吧 好 那这段时间呢 来我们看这段时间 也就是这段时间 它总共买多少 2月15号 到今天总共买了 2907张 也就是 这里3674啊 这里2900 这里算700张好了 好不好 它在这里才买了700张 看到喔 这里买了700张 可是在这里 它总共买了 2907张 等于这里买 从这里买了700张 它在这里就买了2900张 你不觉得它是压着 沙下来买吗 对吧 很明显吧 这一天涨停141块 这一天3月1号 3月1号涨停 对不对 好 123456吧 对不对 246 有没有涨停那天 他杀1504张 我也讲过 3月1号 外资卖了1504张 融资啦 散户 刚好也买了1504张 也就是他去追涨停的 就有些投革老师喜欢追涨停嘛 这个其实股票市场就这么简单 我问你嘛 这一天涨停白师傅交到 刚好也是突破 突破嘛 对不对 是不是突破 突破 这个有人 吃不饭 要硬材 有没有酒 学天那些投革老师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 突破平台又涨停了 赶快叫会人去追 就追涨停啊 就追涨停啊 结果刚好有1504张啊 然后外资 外资要修你这些 我们叫投革老师也好 或者这些散户也好 结果他就卖啊 卖1504张 隔天再卖1498 隔天再卖1498张 这两天把它卖下来 卖下来以后 这连续四天 1234 今天又收了1178张回去 又收回去了 全部收回去了 昨天打到最低123 你看 2月15号最低123 这一天最低也123 昨天就上个礼拜五最低也123 就最低嘛 打了三支铁钉 打了三支铁钉 就打来打了打了 今天剩下最低售124 它的张数是增加了 再讲一遍 你看 初生段 初生段 他才买了700张 初生段嘛 这叫第一波嘛 第二波的整理的时候 他利用整理的时候 他收了2900张 那你告诉我 这大板不好呢 大板不好呢 以他今天 今天买超1178张 以他1178张的 一张好124块来讲 在上柜市场里面 他买超是前五名 买超的金额是前五名 买超的金额啦 排前面的啦 欸 124张的 124块的 1178张 算很多钱 今天成交量才多少 3185 1178 1178 就是 今天成交三张 有一张是外资买的 对不对 谁知道三张 有一张是外资买的 三千多张 他买了一千多张 然后今天的量 收到 3185张 然后收到这里 93块这个量了 这里起涨的量 都比他大 这1月31日的量 是不是比他大很多 然后 拉到上去 141块涨停这天 他就 外资就卖 那你在想嘛 涨停板外资 为什么要卖 因为收还不够嘛 我常常这样 股票喔 其实很简单 我常常问各位 假设你是控盘者啦 你手上没有股票 你要把它一直杀 你要从100 把它拉到300嘛 你就没几张 你手上几张 你拉那个干嘛 你赚不到钱嘛 你就等于 浪费子弹嘛 对不对 那你 你又怕收不到怎样 把他压下来收嘛 真的压下来啊 涨停板 卖1504 隔天卖1498 连续卖两天 我说 浩费也怕 对不对 不要说有特色 浩费也怕 哎呦 外资倒出来呢 然后 大盘不好 他跟你联系跌啊 联系跌三天啊 结果外资就在这里 你丢我捡 所以为什么我一定 我一直拿基本面给你看 今年有望季季一样 而且我说他的现金制程 多了50个person 这就有营收嘛 所以我说 你有 你是我的投资人 你买这种股票 你不会怕 你不是我的投资人 你看电视机买这种股票 你每天买每天骂 为什么 要求啊 买了就跌 买了就跌 也追涨停哦 突破警线的涨停板 突破警线的涨停板 应该是要开始供了啊 结果不是 一天 两天 再一天 两天三天 每天跟你洗 每天跟你磨 洗得让你怀疑人生 这就只股票了 这才是真的股票啊 这种股票 我说 你不要让外资收 他等到收到没有筹码了 他就不让你买了 什么叫不让你买 你就要用更多钱来买 假设你要买 买10张 假设现在124万好了 对不对 过两三天以后 你要买10张 就不是124万了啦 搞不好要150万 搞不好141万 你都买不到啊 为什么 今天量收下来 3185张 离奇账点 这里的量是一样的 啊 这些大量 股票市场就这样子 没有人要卖 随便买他就涨停 对不对 股票其实很简单啊 没有人要买 你卖2张 卖3张他就跌停啊 股票市场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手涨停 因为没有人要卖嘛 他会手涨停啊 那为什么会手跌停 没有人要买 就手跌停嘛 你把它浓缩到最小 股票市场 假设这个股票都没有人要买 你跟他卖一张 他就跌停了 没有人要买啊 同样的 这大国外 如果都没有人要卖 你要买 你要买一张 你要买掌停才买得到 搞不好掌停都买不到 排队嘛 所以我说 今天剩下3185张 比这里都还要少 这里是3200张 啊 这里的成交量 都到1万多张 剩下3000多张 啊3000多张 外资总共 当然今天就收了 三分之一的股票啊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我特别把 从2月15 从1月29 起账点开始 然后横盘整理的时间 你看他才涨几天 2、4、5天而已 涨5天买700张 在这里已经16天了 已经快一个月了 他买了2900张 看到喔 所以这个股票 然后 未来会怎么样 你若是不能做啦 像这种股票啊 他不会一次就 让 就让你得逞啊 他一定 我说 会把各位磨得 怀疑人生 他会在这里 来来回回 因为股票要涨喔 只要题材一来 像这种股票 股本7.5亿而已 来 股本7.5亿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 他大概7.4亿而已 因为 他买回库长股把它注销了 所以不到7.5亿了 股本7.4亿了 股本7.4亿 公司有钱买库长股把它注销 然后 他要 他 他要拭目的是要找特定的 我常常在讲喔 我不知道会不会做梦梦到说 哎呦 灰达啊 或许多麦克 或是AMD 哎 要跟他策略联盟 哦 他会不会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只知道这里外资在买嘛 而且 这段时间外资一直买嘛 拼命买嘛 那会怎么样 我不推荐任何股票 不对不特定推荐 你要操作这个股票 要来参加会员 打电话参加会员 然后你扫描QR 然后把表单填一填 留下电话 来再看一遍喔 想不想操作这种股票的AI小物事 打电话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